我同学啊 包括老师都知道我们家是做陶瓷 然后就有很多同学会说你以后肯定是毕业以后就回来做陶 我那时候很坚定的就说以后我绝对不会从事这一行 以前对陶瓷的这种认知完全来自于就是家里面是做陶瓷 觉得是很亲切的一种工作 但是并没有觉得以后要从事这一块 所以有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我有时候做做陶瓷 大学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些作品 我父亲是把那些一些作品挑了出来 然后我就带了其中的一个作品去参加工艺美术的评比 然后很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奖 那种认可对于我来说的鼓舞非常大 每一次烧窑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烧完一次窑会要收好几斤肉 类似肯定有的 但是其实它收获的惊喜会更大于这个身体的劳累 欢迎蓝天白云一条鱼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现在已经出窑了这个寓意着服务入寿和权利爱情的这个路的摆件 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出窑特别好看 我自己的陶瓷路必须要认真地走下来 一是自己要坚持 第二就是我们能够通过现在的好的平台 还有这个社会的关注多做一些借力的事情 我跟我父亲在性格上都是比较像的一个 就是都很倔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有时候他也会尝试着把他的一些理念和他一些经验传授给我 但是我就是在做事这块就比较坚持自己的 也许是要经历过失败以后才认同他的观点的对错 这个外墙所堆砌的陶瓷是我当时钢盖柴肴的时候一年所烧制的 当时的一年我烧制了四窑 然后结果是没有一件成品 然后我把它弃在这个墙上一方面 它的色彩其实是装饰了一个工作室 但是对我来说上面所呈现的每一件瓷器 它时刻地警醒我陶瓷的每一个环节不能出错误 我父亲的泥塑的他的这个特点就是在于 他有很深的积累 所以他每次去做东西的时候只要构思好 大概的一个方向他都能随手地做出来 我会主动地去把一些题材上面融入泥塑的手法 因为泥塑他这个手法能够给我提供很多的这个造型的空间 同关了目前他在老街和整个镇上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群体 还有设计师有艺术家 所以其实他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文化小镇 我就是希望他们年轻人能够沉下来 像我们以前老一辈学徒弟一样的 几年沉下来能够把这个事一件事做好 感谢观看